如果你不小心把飞机舱门打开 应急滑梯弹出 就像这样 短短的几秒钟 这美妙的画面 可能需要花你10万块钱 而且还很可能在拘留所吃10天的公家饭 各位大善逼好 我是马卡业夫 隔段时间就会出现个新闻 说哪哪的乘客呢 又把飞机的应急滑梯给放出来了 有的是搞错了 把飞机舱门当成厕所门拉开了 有的是生气 在飞机里面坐了好久 飞机还不起飞 骂娘都不过瘾 然后把飞机舱门给人拉开 还有的就有意思了 纯粹是出于好奇 工作人员提醒我不让碰 说飞应急情况下不要打开 好家伙 你不提醒我倒还好 这一提醒反倒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非得试试打开了能咋的 那舱门打开后是什么后果呢 赔钱那是肯定的 保不起还得被拘留 具体赔多少钱 网上说法不一样 我看到有个图 不知道真假 南行11万5000块钱 然后我去专门查了查 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在美国 光折叠应急滑梯就需要6000到12000美元 再加上耽误飞机起飞的其他什么乱七八糟费用 或者万一应急滑梯你再给人搞坏了 算下来 赔个10万块钱 我感觉应该不夸张 而且不同地方的人工成本本本来就不一样 具体需要多少钱 或者怎么算呢 这点还需要民航运营的兄弟们补充啊 或者谁赔过钱 被拘留过 能分享一下一手信息 哎呀那更棒 好 前摇有点长了 下面进入正题 带你认识认识飞机这个应急滑梯 它有多重要 是什么工作原理 滑梯的用处 简单说就是让乘客逃命用的 飞机里面如果着火了 或者其他什么紧急情况 乘客需要紧急撤离 这你直接跳吧 太高 中不留的飞机 波音737 它舱门离地高度都快三米了 大点的 空客A330 舱门离地高度是五米 这高度你跳下去 骂娘还是小事 保不齐会摔断腿的 用梯子吧 又下的太慢 因为试行规章 要求飞机里的所有人 要能在90秒内全部撤离 梯子根本来不及 想来想去 最快的方式 那就是做滑梯了 而且如果飞机在水上迫降 这滑梯飘起来 还能当救生艇用 至于为啥要求90秒内 乘客全部撤离 这个90秒是咋来的 差个题 解释一下 现在试行规章里面的很多规定 都是用很多条人命换来的 这个也一样 1985年 英国一架737飞机 一台发动机着火 机长赶紧开反推 停止了起飞 飞机并没有离地 但是发动机的大火 烧到了机舱 乘客疏散不及时 机上131个人 死亡53人 这个空难 先不说发动机着火的事 就说为啥飞机都没离地 在地上还能死这么多人 后来调查就发现 客舱着火后 能见度降低 乘客慌乱 根本不听机组指挥 而且飞机过道 设计的不太合理 太窄了 乘客疏散的太慢 燃烧产生的浓烟是有毒的 90秒内就能把人熏晕 这件事之后就规定了 任何飞机 无论你是坐一二十个人的小飞机 还是坐四五百人的大飞机 都要能保证 再使用一半撤离 回归正题 那应急滑梯是什么原理呢 为啥一拉操门就释放了 刚才说了 现在要求飞机上 所有人要在90秒内完成撤离 这个90秒 是包括给应急滑梯 充气这一步的 这就很讲究了 你充气不能太慢 不然90秒钟 你充气充了80秒 那可要老命了 所以家里面小孩玩的那个充气城堡 酒店结婚用的拱门 他们充气用的鼓风机 不太好使 太慢了 实际上 为了满足90秒的撤离要求 应急滑梯需要在10秒钟之内充满气 准备好 对于747和380这种大飞机 时间更是需要限制在5到7秒 应急滑梯充气 用的是高压气瓶 气瓶里面装的是高压氮气 或者氮气与二氧化碳的混合器 便宜又安全 高压的嘛 放气速度很快的 比鼓风机快多了 但是有个问题 你估计也能想到 像大飞机的应急滑梯 从两层楼的高度放下来 又那么宽 要充好多气啊 这高压气瓶你得弄多大 弄个这么大的铁壳的在飞机上 三五年可能都用不上 就光废油了 航空公司不骂娘吗 哎呀 好问题 关键的地方来了 在高压气瓶和应急滑梯中间 还有个东西叫引射器 就这玩意儿 剖开是这样的 引射器是文秋里效应 非常著名的一个应用 当然还不是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 我觉得应该是文秋里管 侧压叉和流量用的 这个引射器 可以用一小股高速流体 带动大量的低速气体 基于的原理呢 就是你在初中学的 不努力原理 流速大压强小 具体到这个应急滑梯 引射器有多牛逼呢 一个12.3升的高压气瓶 通过引射器 可以冲起来一个 24立方米的应急话题 啥概念呢 24立方米是24000升 12.3变成24000 这不啊 这不我愿称之为四两拨千斤 引射器这个东西 你乍一听 可能感觉挺稀奇 很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 实际上你可能经常用 你家的燃气罩里面就有 压力比较高的燃气 通过这个引射器 带动外面的空气一起流动 混合后燃烧 效果很好 便宜又好用 那应急滑梯怎么释放呢 应急滑梯一般都折叠好 放在舱门里面了 如果舱门在待命状态下 一拉舱门 滑梯自动释放 非常方便 这也是嫌疑人夯先生所好奇的 他在拘留所说 我就是想开飞机门凉快凉快 这滑梯的弹出来了呢 最后补充一点 并不是所有飞机都会装应急滑梯 试航规章规定 如果飞机舱门 低于1.8米 也可以不装 因为这么低的飞机 一般也不会有多少人 小几十号人呗 万一出事了 直接从门口往下跳 不到1.8米 乘客骂娘就骂娘吧 骂娘又不用赔钱 只要不摔断腿就行 90秒内也能全部撤离 这一类的飞机 像庞巴迪的CIG200就没装 所以以后你如果买个飞机 发现人家没给你配滑梯 先别着急打电话骂人家 可能你的飞机确实不需要 这个应急话题介绍完了 再挺我一句劝 不管你是折 还是生气 还是好气 这个应急话题你可别碰 要真是牵托 拿手的别人难受 你可以给我打伤 释放一下 别别坏了 千万不要给警察通知 怎样麻烦啊 最后求打赏时间 为了不影响观看体验 我把打赏码放到最后了 而且这么枯燥的视频 你还能看到最后 那肯定是真爱粉了 你看心情 看能力 可以酌情打赏一下 一毛钱也是爱啊 谢谢大家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业夫 各位打赏 咱下期见 咱下期见